近日,汪小飞要带孩子回北京一事,备受网友关注和期待 在汪小飞宣布要把两个孩子从台湾省接回北京过暑假后 万千网友们也都在耐心等待好消息 离门一脚的时刻,大S却反悔了 随后,张岚在直播间公开了汪小飞接孩子的后续 冲对方要拒额保证金才允许孩子回到奶奶家 原来,大S不想让汪小飞带走俩孩子 就提出找个第三方做担保人 让其品牌的CEO安总作为担保人签担保协议 协议签订好后才可以带着孩子走 对此,张岚很愤怒,讲话的时候还眼眶红润 直接跟S妈喊话,称协议里写得清清楚楚 是共同抚养,没说让奶奶抚养,但也没说让姥姥干涉 既然签的协议是共同抚养,孩子暑假愿意回来是孩子的自由 蓝姐不会把孩子强行留下的 之后,张岚在个人账号也发布了直播片段 重申了个人观点,表示她能做到的就是遵纪手法 对于给保证金的态度很抗拒 表示无论什么时候都会一直等着孩子回家 可以从小学等到中学,也可以从春天等到冬天 不怕 随后,张岚连线汪小飞,问她还有没有戏 汪小飞也一脸愁云惨物 心情不佳的样子 有网友称从要保证金的那一刻,孩子就成了大S交易的商品 作为孩子的父亲,结自己的孩子还要什么担保费 这是想钱想疯了吧